那上一次老师我们上一集最后是谈到了1990年代台湾的定位 是不是接下来还有继续来谈 是我们上礼拜其实谈的已经非常多了 时间都不够用 因为我们这两集是讨论整个民进党的台独 他整个理论他的一个破绽 以及现在两岸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上礼拜谈的是一些 比如说国家跟政府主权跟日权的基本的概念 用这个概念来探讨说台湾他到底在怎么样定位他自己 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 甚至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他们彼此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跟法律关系 我相信毕竟我们把专有的名词基本的概念弄清楚以后 我们才有能力去做往后的一些推论 那上礼拜因为时间非常紧 我们只谈到李登辉的政治跟法律方面的概念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礼拜原来是专门要谈历史跟文化的 可是因为上礼拜的政治跟法律还没有完全谈完 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把整个再融合在一起 我们希望今天的时间能够可以更详尽的做一个 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其实大家可以先看上一集 就是说解构台独了解一下台独的脉络 那上一集呢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从上一集看下来的话 也会更了解我们老师在谈的内容 那这一集呢我们看到从李登辉时期的历史文化来谈起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在1991年 民进党通过了台独党纲 对上礼拜我们其实对于所谓的国统纲 还有一个中国的含义啊 还有就是九二共识啊 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还有民进党的台独决议文 我们都做了一个分析 那这礼拜呢我们谈历史 这种东西刚刚谈的话呢 可能我们先从民进党 他在1991年10月13号通过了台独党纲 台独党纲在政治的法律意涵上 我们上礼拜已经提到了 他希望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 也能够新的自宪 当然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那根本就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但是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我特别把它提出来 也就是他最后他说 他要以台湾社会共同体为基础 依保障多元文化发展的原则 重新调整国民教育的内容 使人民之国家社会文化认同 自然发展成熟 而建立符合现实之国民意识 我觉得这一段话 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也我们观察民进党 也是特别需要提出来 各位知道一般呢 他们的史观呢 大概都在独立国家建国以后 比如很多一个朝代 把前面朝代推翻了以后 他去写前面的历史 或他自己进行教育的时候 都是这个国家 他的政权呢 已经巩固了 这个国家已经独立了 比如说一些被殖民的国家 当我殖民从母国出来以后 那我当时要从事我的国民教育啊 这是我的国民教育 一定是为我的独立 找到一些理论的基础 来证明我的独立是对的 然后强调我的独体性嘛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先独立以后 才来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史观 可是在台湾特别 就是民进党呢 因为知道它独立是没有机会 但是呢 它就认为说 它在台独党纲里面就说 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史观 然后再来建立我们独立的国家 一般来讲独立都是先独立以后 再来建立它独立的一些史观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 他在这个台独这个文化教育的时候 跟其他的一些独立国家非常不一样 也就是他一方面呢 他在走台独建国 就是政治法律这条路线 那一方面呢 在走历史文化台独的路线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后来会看到 就是他一方面呢 历史文化台独 我们后来可以看到 其实他推展的非常成功 就他做得非常顺利 可是政治法律这个台独呢 其实他一直走不 出不去了 所以这未来就产生 为给我们年轻人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说 年轻人觉得 我们好像已经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包括我们的教育里面 都在讲都是独立事实 可是面对现实政治这种时候 你完全做不到独立 所以其实就是台湾社会 产生一些拉扯 就是年轻人会被撕裂 当他一到了社会以后 当他又面对国际问题的时候 他就发现怪怪的 那所以就会找代罪羔羊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那代罪羔羊就是中国大陆嘛 因为你打压我嘛 我想把整个这个逻辑 跟你了解一下 那在这一个台独党纲里面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提到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 台湾社会一个共同体为基础 也就是台湾这个社会的 命运共同体的 跟你大陆是没有关系的 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命运共同体 这作为一个基础 然后第二个呢 是多元文化 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 跟中国没有关系 我们是多元文化 多元化包括什么 包括我上礼拜提到的 包括我们的 我们总统 在面对外宾的时候 都特别很强调的说 你看我们是多元文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荷兰殖民过 被西班牙殖民过 被日本殖民过 就把这个被殖民的东西 反而把它等同于非常骄傲 说我们享有的多元文化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要去掉中华文化 做一个文化的主体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也就是他用多元文化的包装 来包装什么 来慢慢把中华文化 给他稀释掉 就是我不是一个中华文化为主体 我是一个多元文化为主体 好 然后呢 他要重新调整国民教育 所以他怎么去落实 刚刚他一个命运共同体呢 怎么去落实这个多元文化的认识呢 一定要从事国民的教育去调整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其实这段时间从1991年以后 特别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他特别在这个历史文化的教育上 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 那更总呢 李登辉先生 其实恰好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总统 他等于是弃民进党也起了一个头 换言之 台湾一个去中国化的历史文化 史观的教育 其实从李登辉时候就开始了 老师李登辉是不是对于自己的身份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认同 包含他自己是日本人呢 还是台湾人呢 还是中国人呢 他其实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纠葛在 对1993年时候 其实李登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发表一篇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身为台湾悲哀你还记得吗 他说我们要出埃及季 出埃及季就是说我要离开 我被压迫的一些民族 我们要到什么 到迦南地区找我们的奶水 和蜂蜜 就是说他其实整个隐含着身为台湾的悲哀 他就要走出去 然后走出去以后 希望能够独立建国 这是他在1993年身为台湾历史的悲哀 其实已经让社会做出一些招式了 那您刚刚讲的李登辉还有一个情节 他说你看看我在日本统治的时候 我是一个日本人 很多到现在为止 很多年轻人还认为说 我们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 我们就是日本人 错了 日本人可当时没有把台湾当成日本人 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个鼠名 就鼠鱼的鼠 基本上你不是符合日本公民条件的 你其实就像当时的香港 香港你也不是英国人 香港是英国的鼠名 所以这些身为台湾人的悲哀这个背后 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是被异族统治 那什么是异族呢 就是被汉人统治过 被殖民统治过 台湾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出头天 那台湾人怎么要出头天呢 台湾必须要独立建国 必须要自己当家做主 从你看1993年就开始 那1993年是一个什么时间呢 其实经历过 蒋经国过世以后 到了1993 1994时候 讲那个李登辉的权力 已经逐渐巩固了 换句话说 他在党内已经没人挑战他的权威了 所以上礼拜我们不是谈到吗 1994年 他已经开始把一个中国 从一个法律 一个中国等于中华民国 改成了一个中国是历史 地理文化学上的中国 所以对于1993 94来讲 其实台湾已经开始做转变 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发现而已 老师那接下来 是不是他在教育的部分 也开始着手了 也推出了同兴元史官 其实最重要的代表 同兴元史官就是杜振胜 杜振胜是中央医院的院士 我想他的学术 当然被大家所肯定 但他研究的其实是一个远古史 他其实并不是研究当代这个历史 但是因为他在历史方面的权威 以及他跟李登辉的关系 所以他后来呢 在陈水扁的时候 也做到教育部长 可是我们看他从1997年的时候 他就发表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他就说 一个新史官的诞生 那新史官的诞生呢 就说基本上他就要摆脱大中国的这个意识 的笼罩 然后呢要努力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 你看就很清楚了 但是当时讲这个同兴元史官 大家还都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同兴元史官是讲说 我们台湾是在最中间 然后外面是一个中国 在外面是世界 就说我们先要认识台湾 才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大家想也很好啊 本来应该这样子啊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再对历史有了解的话 我要跟各位讲 史官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直线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读历史的 一定是从姚水羽团文武周公 我们了解这个历史 一定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了解 那什么是同兴元其实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今天生活在台北市台湾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台北嘛 了解台湾嘛 我们才了解整个亚洲嘛 才了解整个世界 所以其实同兴元这个概念 应该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而历史的概念呢 是应该时间的概念 我想大家了解 所以你要知道当时 当时这个杜振胜 他其实用一个置换的概念 他把这个地理的概念呢 变成时间的概念 也就是大家觉得说 我们应该先认识台湾 那我们认识台湾是没有问题啊 可是这个同兴元 当然后面会看到 他其实讲台湾时候 那你到底把它当成是一个地方史讲 还是当成是一个国史在讲 原来来讲 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就是地方嘛 中国才是我们的国家嘛 只是我们的代表权是谁的问题 可是你发现后面几十年来讲 这个台湾已经当成国史在讲 也就是所谓的同兴元的概念 其实到了最后 已经变这个核心了 已经拉到另外一方面 这个元跟中国的元已经是不一样了 也就是原来是台湾在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是属于世界的 那后来变成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这个同兴元已经不在里面 而是变成一个小元一个大元 所以同兴元的概念 大家当时没有察觉 可是你还发现说 即使是同兴元史观 他后来他也变成一个双元性的一个史观了 也就是一边一死的史观了 好老师接下来就说他在这个整个教育上面 也开始这个输入了这些 这些跟以前不一样的观念 包含了认识台湾这样的一本书 变成了教科书之后 原住民以外的其他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外来的政权 我想1997年顺着那个杜振生他发表文章的同时 我们台湾的讨论 因为台湾已经解研很久了 我们知道1990年代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大家也不是一个意识心的冷战的对抗 所以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们要多元 我们要认识台湾 所以当认识台湾这本书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第一个 还没有察觉他的问题的严重性 那真正察觉这问题严重性的反而是一些所谓的一些统派的学者 那统派的学者一看清楚这个东西 譬如你的问题在哪边 第一个你根本就是把这个原住民以外的都成为外来政权 也就是只把原住民当成是我们的最早的祖先 那后面都是外来像荷兰西班牙呀 日本呀清朝啊全部都是外来政权 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 那第二个呢就基本上在这个认识台湾里面呢 教这个所谓的日本的时候 已经不再用日本殖民了 变成日本治理了 就变成说把这个日本在台湾的一些建设 把它过度的美化 而不去强调日本在统治的时候 对台湾残酷的一些统治的一些事实 但是由于当时出来呢 这是一些统派学者他们的谈话 大家就很容易在李登辉的操弄之下 变成一个统独的对抗 所以他们讲的话呢 其实大家并没有很在意 并没有很在意 再加上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在检验以后嘛 大家觉得说 我们以前不要老是认识中国大陆历史 对中国大陆的地理 我们总要对我们土生主长的台湾 要多一点认识 所以大家当时对于认识台湾这个概念 都是比较宽容的 我们觉得也很好嘛 可是你现在回头再来看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其实已经开始去中国化了 开始而建立一个台独独立史观的 很重要一个开始了 老师我们从政治的面向来看 在李登辉时代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两国论定调为是两岸特殊国与国的关系 那接下来下一个就是陈水扁的时代 陈水扁时代他提出了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国 又更加进一步了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先把那个李登辉最后的时候 我们说1999年就是李登辉的现任的前一年 那个时候我们是八八克刚 八八克刚上路 基本上类似台湾史呢 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单元了 这个独立单元呢 是摆在中国史里面 以前我们讲中国史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到明朝的时候 我们把台湾带进去 清朝时候把台湾带进去 那现在来讲就是把台湾单神是一个单元 但是还在摆在中国史里面 那八八1999年开始我们是一钢多本了 那你刚刚谈的陈水扁时期 那陈水扁2000年以后了 那毫无疑问的陈水扁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在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说事不一没有 事不一没有包括说 我不会宣布独立 我不会更改国号 不会推动两国人入线 不会推动公投 当然你后来知道说他不宣布独立 因为他认为说我已经独立了 他不会更改国号 他认为说中华民国其实已经是第二个共和了 他不会两国人入线 可他在历史在法律上 其实已经开始入线了 在政治宣传上已经开始入线了 不会推动统独的公投 那当然他也不敢推动统独的公投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陈水扁那个事不一没有 暂时稳定住了 因为国民党长期执政嘛 那稳定住了两岸的关系 可是你刚刚谈到在2001年的时候 1月1号元旦的时候了 其实对我补充一下了 你刚刚谈的是2022年的8月3号 8月3号就是 李登辉在出席日本东京的视讯会议 跟这个世界台湾同乡会 这视讯会议里面呢 他就提出台湾是一边一国这个主张了 一边一国主张了 那我今天因为我自己参与 我必须要了解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在2001年的时候 其实曾经提出一个统合论 因为我自己也是提出统合论的一个主张的学者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老师也出了这本书 大家有机会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统合论这本书 那时候是因为李远哲 那他的秘书 以前是我的一个同事 现在是中央驻外大使 那看了以后推荐给李远哲 那李远哲看了以后呢 就推荐给陈水扁 所以当时提出了统合论 但是陈水扁提出统合论 跟我张亚中统合论是不一样的 陈水扁的统合论呢 是站在一边一国的基础上推动统合 那我的统合论是站在 两岸主权是重叠的角度 治权是分立的角度 来推动统合 我想这个差别可能回去看看第一集 大家就很了解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吕秀莲他还是支持统合论 但是吕秀莲跟我的差别 还在唯一一个差别就是 吕秀莲主张是在一边一国的情况下 大家来推动统合 而我是主张两岸主权重叠的情况下 来推动统合 那你刚刚就提出陈水扁提出两国论 两国论基本上就是 很清楚的告诉了说 已经跟他520的谈话 事不宜没有已经开始偏差了嘛 我的确不会两国论路线 但是我在政治方面 我还是主张两国论 那我在历史文化方面 我要推动一边一国 一边一国的史观 我想这是他的两国论的 一个跟520的差别 在这个地方 老师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台独的一个脉络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 中国大陆那边 反分裂的部分 在2005年的时候 中共也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部分是要跟我们谈一下 好 我刚刚讲说 其实我刚还没讲完 就是台独 陈水扁就说一方面 他主张两国论 对不对 但是他一方面呢 其他在2005年的时候 他又讲什么 他在面对这个欧洲议会的 他就说台独做不到就做不到 就算李登辉现在再来当总统 也做不到台独 你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一方面主张两国论 一边一国 你又主张台独做不到 这是矛盾 当然矛盾 但是你要知道对他们来讲 他们台独 我认为现在民进党也知道台独做不到的 可是他另外一条线 他没有停止到 就在历史文化上 继续的台独化 就这条线开始分考试 那你刚刚谈到了北京 北京因为你陈水扁在2002年 2002年提出了一边一国 那北京开始反制 那本身提出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地方我就跟我的第一集的呼应 就是说反分裂国家法 各位跟他们的宪法有点不一样 宪法是讲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神圣一部分 可是反分裂国家法的是反分裂 这个分裂是什么 反分裂是中国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很重要一点 你说反分裂国家法 在这个国家这两个字呢 在我来看 他讲的是整个中国的概念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单一这个政权的概念而已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国家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 那台湾现在就已经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可是如果说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国家指的是整个中国 就是历史上这个中国 是两岸共同拥有的中国 那么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还没有独立完成 所以反分裂国家法的这个国家呢 其实是指的是整个中国的领土 而不是单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领土 所以这就很重要 所以我的看法就说 北京其实在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它列了三个条件嘛 就是你反分裂 这个反裂三个条件是什么 就基本上一个笼统 一语必知的话 就是说台独已经基本上是走向 是不可挽回的时候 那这个台独是什么 台独是独立于整个中国之外 而不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之外 只有回到我一开始上礼拜讲 其实我们必须把主权跟治权弄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北京将来某种程度上 到现在他已经默默接受了我们台湾方面的一些治权 但是如果说你要在主权方面跟他争的话 那北京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也就是在两岸关系中 我们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让两岸的治权能够相互的尊重 那两岸治权的相互尊重 就是要共同承诺 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的情况下 北京才会尊重台湾的治权 如果台湾这边要走的 就是台湾要独立于中国之外 而且是主权独立于中国之外 那么北京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国家两个字 我觉得直接大家去慢慢去玩味 这其实是非常很重要 而且很深沉的一个定义 大家去了解 老师在两岸之间的关系 在陈水扁任期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是双方还算是相当的平和 相当的有善意的 就是在2005年4月29号 连战访问中国的时候 这个部分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你也知道 当大陆推出反分裂国家法的时候 整个两岸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2002年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了 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 那原来是宋楚瑜 后来是连战先生 就到大陆去访问 跟联合五点 联胡的五点愿景的声明 联合的五点愿景 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到的一点 就是大家要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之上 要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 各位这代表什么意义 我刚刚讲 其实两岸目前的宪法 主权都是宣誓是相互重叠的 目前只是两岸的治权 各个不一样 那对大陆来讲 现在两岸属于内战的状态 也就是国共的内战 现在变成两岸之间的内战 中国的内部的问题 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 因为没有结束 所以两岸还是内战的状态 要相互敌视 那一个战争要结束 一定要签和平协议 所以我觉得联胡五项愿景里面 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签署和平协议 签署和平协议所代表的最重要的意涵 就是希望中国的内战能够结束 双方必然就可以和平的对待 可是很遗憾的 后来的包括马英九先生 那这更不要提蔡英文了 没有去落实这个和平协议 那我觉得就是2005年的这个联胡五项愿景 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 可是时间已经过了快20年了 那两岸在这20年中间 其实虽然在经贸方面有一些往来 但是在政治方面 还是处于一种中国的内战状态 那内战状态一定带来敌意嘛 那这个内战的敌意呢 对于民进党来讲他当然是需要的嘛 因为两岸越敌对对于民进党来讲 越好操作他的台独 那对国民党就要反省了 就是你不去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两岸一万一万一是敌对的 请问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好吗 当然是不好 可是很可惜在马英九时期 也没有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 老师在陈水扁时期也曾经做的修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征修条文 老师这个部分各位谈一谈 就说对于这个两岸 对于中华民国 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征修条文 当时就是因为解研以后 大家认为说很多的宪法 在治理的方面 其实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但是大家在修宪过程中 其实也担心一点 就是说修宪会不会造成 就是台湾变成一个新的宪法了 那对于国家应该遵守的长期的目标 是不是有所违背了 所以当时在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征修条文里面 开宗民意的第一句话就说 为了因应国家统一之前的需要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修宪 其实还是为了因应国家统一的需要 才做了一些改变的 那这代表代表什么 统一这两个字 是我们宪法给我们的责任 记得统一是给我们的责任 所以现阶段来讲 我们在台湾参统一 并不是大逆不道的问题 而是在这个2005年有李登辉先生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民进党也参与了背书的这个修宪里面 你们共同通过的 这也是你民进党同意的话 就是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因为就从这一句话 我们给他解释成为说 统一这两个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完成统一的 那这个事情民营党 你已经背书的 所以民营党没什么 可是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 连国民党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左闪右闪 那民营党呢根本就不理他 也就是我们台湾民主的发展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点 民主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下 法治必须在服役你的宪法之上 宪法在这个深修条约里面 已经把统一当成是国家的责任 宪法的责任的时候 请问一下为什么民进国民党到后来 还要讲不同不独 那民进党还要证为他是台独 或者两岸是互不隶属 所以你发现现在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 很多的论述其实都已经是违宪了 违宪了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跟你做参考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陈水扁在任期的时候 在政治跟法律部分的一个面向 但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他在历史跟文化的部分 是不是更走向台独的这一面 当然是啊 陈水扁他到任期最后的时候 他只有是终止了国家统一纲领 你看他也不敢废除 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宪法是统一是一个责任 他只是暂时终止 可是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任内之后 也没有去恢复这个国家统一的纲领 那但是这一方面的对于民进党来讲 今天陈水扁一执政以后 我刚刚讲他们在这个知道 在这个政治法律方面 法律方面是不可能走向台独的 那政治方面嘴巴要讲一讲 但是民进党上来以后了 在这个历史文化上是快步的往台独的大陆迈进 比如说2003年他就推出新的课纲 那个时候了台湾史要脱离中国史成为单独一册 而且大家你听得很荒唐 把明朝跟清朝的历史要摆在世界史教 不可以摆在中国史教 那这个出来以后了 台湾那个时候的社会的群起而反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教育部长还算是有点 有点良知的叫黄荣春 那就收回他的臣命 但收回这个新克纲以后呢 那么民进党对不起 那就请黄荣春下台了 那下台以后了 那好这个时候真正的主角就出现了 就民进党的陈水扁就找了那个 我刚刚讲的1997年 发表文章说一个新史冠诞生的杜振胜 我们知道杜振胜先生呢 他当了教育部长以后 他可是雷厉的风行啊 就是推动所谓的台独史纲 所以说在他认了以后呢 他一上来以后的新克纲重新启动 他才不管别人怎么骂他 他要干就干 背后反正有陈水扁这个执政 所以2006年的这个新的克纲就正式上路了 那他在这个克纲里面呢 在那时候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就是2006年以后 就是民国95年以后 台湾史已经单独成册了 就是我们先教台湾史 再教中国史 再教世界史 我们刚刚不是讲同心人史官吗 台湾应该包到中国里面讲 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可现在的独立的单元拿出来 变成一本书了 一本书了 然后台湾史 中国史跟世界史 也就是什么讲 一边一史 已经开始彻底的推动了 所以从2006月开始 一边是推动 然后呢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以及我们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那对不起 改成选修 你也知道 一改成选修以后呢 每个学校会教啊 课约都很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 全台湾呢 在北部 北语女了不起 就是继续教 所以课那个 变成选修以后 你是可教可不教 可是像北语女 这种优秀的学校里面 他们会觉得中华文化 基本教材 对一个年轻的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北语女还是继续的教 但是呢 我刚刚讲 一边一死 就开始正式形成了 然后我再跟各位讲 更糟糕的是2007年以后 杜振胜了 他怎么 他委托了台湾历史学会 台湾历史学会 是一个独派的学会了 他们给他一个研究计划 这个研究计划叫什么 叫做海洋教育与教科书 用词的减合计划 就是你们去看一看 现在的教科书 哪些的用词是不当的 那你要希望他们能够改变 比如说哪一些 比如说我跟你讲 国父要改成先生 国父孙中山 叫孙中山先生 国字叫中国字 国力要改成阳力 光富要产生战后 贵州省要叫中国贵州省 国聚呢 要叫中国金聚 国化呢 要叫中国化 故宫呢 要古人说 古人说 要改中国古人说 明朝呢 要改中国明朝 也就是他在整个 用字潜词里面 要把中国给他 彻彻底底的 把它标出来 各位 这总共多少页吗 380页 总共5000多个之优 你们改 当然杜正说 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了 你们改不改随便你 但是你要知道 教育部是负责审查教科书的 对一般的出版教科书的老板来讲 我的审查能够快速通过才会最重要啊 既然你教育部已经讲出这种话出来了 那我在教科书方面 我就改一改 这有什么关系吗 只要能够大家通过是最重要啊 所以他口口声声说 这是没有约束力的 其实在这个教科书的形成过程中的时候 都给一些教科书的出版商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的 好老师我们刚刚看的 就说在陈水炳时期的政治法律层面 以及在历史文化上呢 一直逐渐的在走向这个台独的部分之外 接下来呢 又换了另外一个政权 就是呢国民党执政了 马英九的时期 但是在政治跟法律的部分有频繁吗 好我们先谈政治跟法律 等一下我们再谈马英九时期 在历史文化上有没有频繁 你记得苏喜前两天不是 前几段时间不是出版的一本书吗 在这个书里面 他提出一个最大的一个质疑是说 为什么马英九在任内一上任 要用赖信员 他是台联的嘛 他是李登辉所培养出来的 号称李登辉的弟子嘛 来当陆委会主委 来当这个陆委会主委 苏喜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觉得怎么办 我觉得苏喜私下来跟我们谈过 他要跟赖信员见面 都有时候还非常困难 打电话有时候还不回电话 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不了解说 你马英九为什么找一个台联的 清律的而且是深律的来当陆委会主委 你不知道陆委会很重要吗 好 那马英九在上任以后呢 那他 他的主张嘛 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嘛 各位其实九二共识 我记得跟您谈过 九二共识其实内容包括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某一个国家统一 那台北方面希望能够一中各表 可是北京认为说 一中不表 所以一中各表跟一中不表的 只是一个相互的谅解 互相其实没有达成共识 可是比起也可以离止对方 可是到了马英九时期呢 他就把九二共识 只等同于一中各表了 而不去谈那个所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也不去谈谋求国家统一了 所以说他把九二共识 摆在一中各表 当然后来呢 到现在的朱利文将主席的时候 那一中各表呢 又摆在各表 那一中又少谈了 所以你看一个是九二共识 只谈一中各表 后来到现在为止只谈各表 又回避一中了 这等一下再谈 那马英九主张的主权互不承认 治权互不否认 就说我也不要你承认我主权 我也不承认你 然后中国是谁 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比如他这样子讲 那治权也不否认 大家不否认他 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什么 他主张不统不读不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在我们修宪的时候 统一不是国家的责任吗 可是马英九现在是不统不读不 讲难听也就是讨好 讨好更多人嘛 那在马英九任内 的确呢 两岸之间签了23项协议 23项协议 在经贸方面走得非常快 可是我再跟帮您回想一下 在马英九在2008年选举以前的时候 他的时候 他说我要呼吁这个联湖五项愿景 就是马英九如果当选以后 他怎么样 他要来结束中国内战了 他要来结束两岸的敌对了 他要跟北京签和平协议了 可是马英九2008年上台以后 到了2029年其中 绝口不谈和平协议了 当然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想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 他考虑到国内的声音 因为民进党很厉害啊 所有掌握了台湾的媒体啊 掌握了台湾的舆论 包括公民运动 你只要跟大陆签和平协议 你就是卖台 对你就是统派 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呢 马英九开始退缩了 为什么 因为他做全民总统啊 他就不但要讨好绿营嘛 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呢 也不愿意见到 两岸之间签和平协议 因为两岸如果签和平协议 两岸是一个和平关系的时候 美国就没有办法的 再操纵台湾 把台湾当成一张牌在打 所以我觉得 一个台湾的内部因素 加上美国的因素 而促成了马英九 在2009年 他上任的第二年开始 一直到他后来的2016年 从来就没有再谈 和平协议的问题了 和平协议问题 当然中间在 大概好几年时候 有一个雨 稍微有一点突然冒出来 马上被金普冲又压下去了 所以两岸的 马英九在八年以来呢 在经贸方面 是走得很快 但在政治方面呢 是没有裹足 不向前 我就好比说一个车子来讲 轮子 经济这个方面走得很快 但政治这一方面呢 是属于刹车的 所以这车子很容易就翻车嘛 就2014年太阳化运动 就整个就翻掉了 翻掉了 所以马英九这八年来呢 是只谈经济 不谈政治 就是只经不正 而从2014年以后呢 因为翻车了 那两岸关系呢 对国民党来讲 他就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保守 那国民党在两岸问题上 也就不再前进了 所以太阳化运动 事实上整个国民党 他在两岸政治大论的时候 开始一个快速的退却 那快速退却 一直到现在太阳化运动 已经十年了 可是你知道 这一个风潮 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 现在还是持续的 还没有消退 还是不断在退却当中 好老师 我们看到就是马英九时期 他的这个历史文化 本来想说 他是不是会在进行 这个教育方面的微调 去中国化的一个微调 但是似乎最后 还是没有成功 是不是 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就在因为我们的克刚是十年修一次 上一次是88克刚 那下一次就是108克刚 98克刚 8898克刚 就是2009年要开始要推动 所以在那个 陈水扁的晚期的时候 其实就把这个98克刚 就已经完成了 那马英九一上任以后了 他就面临一个问题 要不要去接受这个陈水扁定的 98克刚 的最大的问题 那恰恰好这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当然有人说 这是金普冲的推荐了 马英九用了 郑瑞成先生 当这个教育部长 那事后来看教育部的部长 他的政治立场上 也是比较倾向绿的 所以郑瑞成在520上任以后了 他马上就把陈水扁 那时候通过的克刚啊 他就要开始要公布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台湾一些历史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呢 也包括我再累了 就大家一直要反映说 马英九你不可以通过 陈水扁那个克刚啊 你这样变成是历史的罪人了 好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马英九说 好 那我们国文跟历史 先再次不公布 其他的公布 那个时候呢 马英九就找了一些学者 来讨论一下 这个历史克刚跟国文克刚 要做什么样的 稍微微调一下 就稍微做调整一下 那时候他当然找了 像王小波这些学者进去 那王小波就负责说 把这个酒吧克刚啊 做一个稍稍的改一改 可不可以通过 但是我必须要讲 王小波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出入 就是王小波认为说 台湾可能中国史跟世界史 这个排序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王小波忘了一点 就是民进党在书写这个教科书的时候 他是把台湾史当成是一个国史在写的 可是王小波也了解说 现阶段在这个情况下 要改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也都了解了 因为他当时讲说 教育部就找些学者来开会 结果呢14个里面呢 只有两个是比较稍微政治立场 跟他相近的 其他12个全都是绿的 那我请问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那后来呢 的确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整 但这个调整包括什么呢 包括什么 把一些台湾跟中国的历史事实 把写进去 比如三国时期啊 在明朝时期啊 台湾跟中国的一些历史方面的渊源 稍微写进去 那包括写什么 这慰安妇不是都是自愿的了 慰安妇其实都是强迫的了 这把写进去 包括什么 以卫战争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 第二年以卫战争 其实台湾很多的英勇知识 为抗战而抗日而牺牲的 为抗日而牺牲的 这把写进去 但是写了这些东西以后 那九八克刚就正式上路了 九八克刚上路以后呢 但是我刚刚讲 你改了这几个东西啊 其实社会上 还是有些非常的不满意啊 而且因为这个所谓的 变成101克刚 那这个101克刚呢 在整个逻辑上来讲 他还是一个去中国化的一环嘛 去中国化的一环嘛 他还是一个一边一死的结构啊 当然马英九很不错的时候 在101克刚以后呢 101克刚又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呢 又把它列入到必修里面去了 就把它列入到必修里面去了 当后来在马英九下台以后 这个事情又改过去了 这我等一下再讲 那我们这些比较鸡婆的人 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 已经101康正式上路了 我们就把那个台湾现在 已经出版的历史课本 大概第一册 我记得是六家还是七家 全部给他影印下来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我们觉得是有问题的东西 把它贴上去 贴一张纸上去 送给马英九看 马英九看完以后 他用四个字形容他当时的感觉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他触目惊心 你还记得那时候好博春 他在联合报发表一份文章 他说还有一天呢 看着他的孙女 读的这个高中历史的时候 他突然就说 如果读完这段历史 那我就变成外国人了吗 这是好博春亲口讲的 完全的去中国化的结果 就是这个问题太严重 也就是马英九先生 他大概是日理万机吧 他一直没有察觉到 或者我敢大胆的讲 今天有多少的男军的政治领袖 你们有看过你的小孩 看过你的孙女的高中历史课本吗 你告诉我 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有看过你高中历史课本 你告诉我 难道你们都没有发现问题吗 所以马英九看了这个 六七本的那个影印以后 触目惊心 这四个字形容 那个时候呢 就是民间就有一些民间生意出来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101课纲啊 做一些微调 做一些微调 微调就是说 我们已经改变不了这个大结构了 因为这个历史是一个史观的问题吗 还第二个是细部的问题吗 历史包括一个结构的问题 还包括就是你怎么去书写这个问题 它两个层面的问题 那这个结构的问题呢 你已经改变不了了 那我们可以在书写方面的时候 稍微回到一些历史方面的一个正规 应该要有的 所以说呢 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反应 很多的反应 所以马英九呢 那时候就叫他的教育部长蒋伟林呢 就开始启动 克刚的微调 克刚的微调 为什么我自己 会有这么大的感受呢 各位知道你知道这几年我又拍纪录片 我在历史文化上 我是非常在意的 这个东西对台湾未来社会的影响 我那个时候啊 在这个有一个角色就是 特别去参加那个课本的审定委员会 因为你知道课本应该会包括两个委员会 一个叫做克刚嘛 克刚又决定这个怎么 怎么你们出版社怎么写 因为我们是一纲多本嘛 那课本审定委员会就说 你们这些出版社写完以后 要送到教育部 教育部要审查看看对不对啊 有没有写错啊 那我呢 是被选为课本的审定委员会 那时候我对我的感觉就很强烈 为什么很强烈呢 因为第一个课本的审定会里面呢 大概15个委员 大概有13个 全都比较政治地方比较轻率的 我呢 就是两三个 跟我想法比较一样的 那你表决也表决不够别人啊 人家爱怎么写 只要教育部没有意见 比如我举个例子 他就把日志写日志 那我认为不应该写日志啊 甚至应该写日本殖民统治啊 好 那可是人家写教育部也没什么意见 那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 跟大家分享说 好 既然课纲啊 你没办法变 那我张亚中 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朋友 我们成立出版社 我们用你这个课纲 来写我们该对的东西 我们把它写进去 因为课纲你要写的东西 我都写 可是有些东西我写 你也不能帮我删掉啊 因为我们台湾是个民主社会啊 也就是我用一个烂课纲 我可不可以尽量用这个已经错误的课纲 我来编一些书出来 让在这课本的阅读过程中 可以让年轻人比较更了解真实的原貌 也有不同的选择 除了教科书之外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工作 我的工作 后来当时我决定要成立出版社的时候 我们避免 避免所谓的角色的冲突 所以我就把课本审定 我也可以给他辞掉了 我不辞掉 我就专心来编这个教科书 一方面编这个教科书 一方面呢 我们要推动所谓的克纲维条 就是希望把这个克纲啊 调整到一个 还不会太不会像样的地方 好 所以这个是在 当后来你注意看新闻 包括现在呼声很高 要当那个行政院长的郑立军呢 他就公开在媒体上 说我张亚中是这个 克纲维条背后的一个黑手 就是都在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的确我是联络一些朋友 我们共同来开会讨论 认为我们的克纲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做调整 因为我们就是马英九 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因为马英九在2012年以前 他可能没有察觉到 我认为他是没有察觉到 因为他也没有去看历史课本 那个问题产生的严重性 可当他用出目精心四个字 形容的时候 他也知道问题严重性 所以他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好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呢 那 那个 2014年的时候呢 那教育部就通过了克纲维条 特别是在国文跟历史方面 还有公民这方面克纲维条 准备在2015年实施 可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讲 哇那民进党那可是动了他的整个的根啊 铺天盖地的所有的更民运动全部都冲出来 全部都冲出来 一定把你打死为止 扣你的红帽子干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讨论的就是一个 我们到底课本要怎么写啊 比如我跟各位讲 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教育 没有自己的史观的 你告诉我 我们读教科书可以 我们读课外读物可以 可是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课本的撰写 请问一下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史观吗 这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嘛 这是国家的教育 可是民营党他本身要走的是台独的路线 他要走一个台独史观 所以说我们这种要捍卫正确史观的人 在他的眼中来讲是杀无事 绝对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合理对待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压力很大 那问题又来了 马英九先生在关键的时候又退缩了 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他定义说做两个决定了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日剧还是日志潮得很凶嘛 政府的公文里面一定要用日剧 包括你政府的公文里面日剧 不可以用日剧 可是你知道现在谁理他 你现在谁理他 你现在看所有的海报里面还是日志潮 就等于是令不出总统府 第二个呢 他说那既然社会上有很多的意见 那就新的克刚 旧的克刚并成 就是你们要印出书的时候呢 你们既要用新的克刚 你们用微调过的 微调过的克刚 旧的克刚都可以 这句话等于什么 等于是没有讲 为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出版社要出本书不容易啊 如果他今天按照新的微调克刚去改的话 他又是一个大工程 那既然你的旧的微调 也可以 旧的也可以用 那我就去年的版本今年在卖嘛 我何必还要编一套书呢 那再加上呢 所有的县市 你知道民进党很团结的啊 他们绿营的执政的县市 很简单 教育局长会亲自跟学校讲 你们大概拿几本书可以用一用 其他的书 就是你会用一种暗示的方式 让他去选一些他用 要用的教科书 可是我们国民党执政的都是都是些君子啊 我们学术自由 每个学校自己选定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马英九最大的挫败 最大的挫败 就是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客纲方面的一个拨乱反正这个工作 那到最后呢 他的也包括什么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也不再独立承测了 而把并入这个国文课里面 那换句话说 中华基本教材 也就不是独立单独承测了 当后来是在蔡英文上来以后 就整个去彻底的执行了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马英九在他的任内里面 两个很重要的工作 两岸关系 你没有做到莲湖五院级 就是连在所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你没有接到 你没有在政治上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 让两岸变成一个和平关系 而这个所产生的后果 就是因为两岸是敌对的 所以国民党现在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被民党扣上个帽子 我常常讲说 如果两岸关系敌对 不能够变成和平关系 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 几乎是很难再翻身了 但是马英九没有做到 第二件事马英没有做到 就是对于一个台独史观的教科书 你没有做到波乱反正 反而你最后妥协了 这两件事才叫做大事 而这两件大事都没有做到 所以我觉得它是他留给台湾政治 跟历史文化上的最大的一个遗憾 好那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对于这个克刚委条部分 我们就稍微先放在这个经验上 让大家来参考 不过我觉得可能 我简单来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克刚维条 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牵涉到一个史观的问题 所以我花了一两分钟时间 把这个克刚维条的 我们当时维条的范围 细节我就不讲了 因为如果没有细节可以 这简单可以大概又讲一集 可以拿出更多的佐证出来 第一个我刚刚讲克刚维条 它没办法改变一边一时的史观结构 我们知道这已经没办法改变了 只在台湾史里面做改变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想把多元文化 台湾当然是个多元文化 可是我们认为台湾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可是民党政府就是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把中华文化作为一个主体 所有多元文化都要一样 荷兰的西班牙的日本的中国的 全部都要一样 可是你知道我们就是个汉人嘛 我们的记事我们的生活习惯 请问一下哪个不是中华文化的东西 所以民进党的多元文化 其实就是去中国化嘛 那第三个你要知道民进党只讲说 大航海时代 那课本里面啊 汉人来台 请问汉人怎么来台湾的 汉文石头里面蹦出来了 汉人来台请问不重要吗 我们的祖先212年清朝时期的时候 几百万人到了台湾来啊 你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原住民完了以后 就是荷兰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以后 然后就变成明朝 郑成功 然后就清朝 然后就什么 就这样子过来 整个这个汉人来台 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 然后我们主张说 正式政权应该改民政嘛 因为郑成功奉名为政朔嘛 他是属于明朝下面一个正式王朝 可是民进党的教科说 你明天要写他是正式王朝 或者很自豪说 我们有东宁王朝 我们还有大渡王 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这个这个概念 那我们认为日治要改成日俱嘛 就是说你日本 要不是讲日本殖民统治 你不能老是讲日本治理 日本治理 对 我们上次不是讲吗 开罗宣言已经讲到说 台湾是日本所窃取的领土 他是日本是偷来的 抢来的 那偷来的抢来的 站在我的史观来讲 你是当时是抢来的 你不是合法而来的 固然你是依照的条约 你有统治权 但事后来讲 你是靠武力来 来夺取台湾的嘛 那我们在史观的论述上 我要不要写你个殖民统治 不行吗 我要写说日俱不可以吗 结果你一定要 不可以写日俱 要写日俱 这克刚为条 他拒绝我的 那还有呢 就是一直讲到清朝治理 就是清朝是消极治理 你有没有想到 我们先民来台的时候 包括我们进什么郡啊 对不对 大甲郡啊 柳公郡啊 我们整个台湾的在清朝 那几十几百年的时候 整个西部大概开发都已经完成了 整个国家在这边治理 花了多少的成果 可是在你的眼中来讲 清朝都什么 就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 都是什么民变 都是些问题 正面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多讲 你反而来都讲日本殖民 日本殖民为台湾建设多好 那请问一下 日本剥削台湾人的张老啊 我们的阿里山 那族都砍 都砍得光光的 你为什么在这一方面不琢磨呢 我们台湾在以卫战争 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整个抗日这种慷慨激昂 那种牺牲浴血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多写几句话呢 你反而就写日本的建设 什么医疗又好啦 各方面都好 把中国把台湾建设 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我请问一下 我们克刚微调制 有什么不对呢 然后你一定要把写成战后 台湾不就是光复吗 台湾不是光复 你一定要说战后 你一定要说是接收 什么接收 而就是不愿意光复两个字 然后你还要在书里面 讲说台湾地位未定 我们已经讲过台湾地位 已经确定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然后对于国民党的贡献呢 就是什么 二二八就是白色恐怖 然后呢也不讲 你也没在书里面 孙育前啊 李国鼎啊 整个这些 我们的努力 你都闭口不谈 你认为台湾的现代化建设 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美元的结果 一个是日本留下来的 现代化的成果 请问这公平吗 然后你在写这个历史课本的时候 把这个政治跟经济 跟文化社会分开写 政治上反正你看到国民党 都是坏事作绝 那经济方面台湾很好 都是日本留下来的功劳 都是一些所谓的这个 什么日本留下来建设 美国美元给我们的功劳 那写了一些经济计划 国民党有几年建设 几年建设 都是轻轻带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大家回头我刚刚讲 我今天没有办法 一点一细的给你讲 我们当时希望 刻纲微调的过程 我们希望说 你有点公道化好不好 就是你的克纲 你的克纲 民进党的克纲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去中国化 一个是把中国国民党 汉人在台湾的东西 尽量降低 把这个日本人的东西 尽量拉高 就是两个概念 那这两个概念 所造成我们的结果 就是现在的克纲 我们就看到了 好老师 但最后就是在 马英九时期的 这个克纲微调 最后还是失败了 那接下来进入到 陈英文时期的时候 我们就从政治跟法律面来讲 那蔡英文上任之后呢 明白的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识 那整个的开始呢 一路的这个台独的脉络 就更加的清楚了 蔡英文上来以后 520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识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我觉得make sense 它有道理的 因为九二共识包括什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谋求给它统一 民进党摆明就不接受 所以民进党不接受 完全能够理解 完全能够谅解 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就是要走台独嘛 他接受才怪了 问题是你国民党接不接受 这才是一个关键嘛 那他有几年这个调整期 你记不记得蔡英文在第一次上520谈话的时候 2016年还用是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用这个国家用了好像四十几次 他就是不想谈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大概用了个几次而已 台湾也用了很多 这个国家用了更多 那后来大概到了2018到19年的时间 我觉得蔡英文突然之间找到一些灵感 就是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给他并在一起了 并在一起 就在他的话语中的时候 中华民国台湾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就是那有的时候呢 讲中华民国 有时候讲台湾 有时候讲中华民国台湾 但他真正想能够做的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台湾呢 可以邻居台湾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台湾是民党想要的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想要的 所以我把你们两个加在一起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中华民国摆在台湾的底下了 摆在台湾的底下了 台湾是最大的 台湾将来有一天把帽子拿掉以后 戴稳了以后 台湾就成为独立国 就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从蔡英文上来以后 他已经从台独走向了独台 也就是中华民国已经是个 族权独立的国家 跟大陆没有关系了 那有人叫他叫华独 那跟传统的台独不一样 传统的台独就说 我们台湾要独立建国 这国民要叫做台湾共和国 我们要有自己的新的宪法 我们要有自己新的国民 那所谓的中华民国呢 独台呢 就说我们还是用以前的宪法 但是呢 由于我们的宪法 已经在七世修宪改过以后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呢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共和了 就是Second Republic 就是第二共和了 虽然还用中华民国这个帽子 但是呢 其实中华民国的本质已经完全变了 那为了这个区别呢 那我们再加四个两个字在后面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说民进党的现在的做法 其实就是一个独台的一个策略 那国民党反而面对的问题的时候 他又开始手术两端了 他又不知道怎么去讲了 所以国民党他怎么回应呢 在这个时候 那国民党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刚刚不是讲吗 原来是九二共识 后来的只谈一中各表 那到了现在的国民党的只谈各表 那一中也尽量回避 所以国民党你可以谈 包括从马英九开始 所有人都必谈自己是中国人 他最多最多只给你谈到 我是中华民国人 我是中华民主 他不谈中国人 因为这中国人这三个字 他认为就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刚刚讲 他们是在大陆的中国人 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 我们台湾的中国人 是中华民国政府所管辖的中国人 我也是台湾人 可是国民党面对这个认同 讲不清楚 面对九二共识 他也开始闪躲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主席 朱立伦主席 他说九二共识是个 没有共识的共识 包括曾经江启成主席说 中华民国 九二共识是中华民国 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那你这样讲 大陆讲说 九二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的 九二共识 那大家就没什么好再谈了嘛 也就是不管怎么绕来绕去 这个九二共识越来越模糊 欲中也越来越模糊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的 最重要一个面貌 那这样子下去以后 那我请问一下 那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 还有他的角色在吗 好 那这个部分 其实在美国的部分呢 还是不迟迟台股 但是已经开始有一点松动 一个中国的立场 是不是 美国其实从2018年 我们知道 2018年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抗争是加剧的 那美国的抗击加剧 他当然要希望台湾能够 扮演他的重要的角色 可是美国毕竟 当时还是有些想法 就是说 我美国是不可能支持台独 但是呢 不支持台独 但是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呢 也开始在松动 也开始松动 所以你开心说 当美国 美国开始松动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也快速松动 也就是 美国要松动的概念 是美国要跟大陆的对抗 就像你记不记得在195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第七舰队要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 美国就发明一个台湾地位位定论 等到美国要跟大陆开始要建交的时候 上海公报的时候 又把这台湾地位位定论 又把它收回了 也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啊 他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他随意时间可以讲他所需要的话 你真的不要太认真 所以美国说我不支持台独 可是美国在关键的时候 也可能会暗中支持一下 但是美国的确对于一个中国的政策 从2018年以后开始松动 所以你看美国后来不是通过很多的法案吗 那些法案里面呢 包括台湾旅行法里面 其实都是嘴巴上讲 我还是不支持台独 但在这个一个中国的内涵上 已经把台湾跟大陆方面逐渐的开始做区隔 我相信最典型的就是 2024年就是今年的1月18号 我记得我还上你的节目 不是谈到了吗 美国开始重新诠释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 2758号决议案 那2758号决议案呢 就是在我来看 就是美国又把台湾地位位定论 又把它再一次拿出来了 因为美国的在台协会的主席 这个Rosenberg 这个他认为2758号决议案呢 他第一个 他认为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 那第二个呢 没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第三个呢 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体系 这三个东西都是很荒唐的 第一个呢 2758号决议案 的确是没有谈到台湾 但是2758号决议案 谈的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问题吗 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吗 难道我们台湾今天跟人家签个条约回来以后 台东说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台湾签的跟我台东没有关系 金门说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你台湾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的跟我台湾没有关系 金门没有关系 不通的东西嘛 所以2758号决议案当然跟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代表有关系 也当然跟我们台湾在国际的地位有关系嘛 这第一个他是错的 第二个他说没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因为任何国家要不要跟台湾建立关系 的确跟2758号没有关系 你们要与跟台湾建立关系就可以建立关系 那我就要问说 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跟我们建立关系吗 你美国跟我们建立关系不就没问题了吗 所以讲这个话也是废话 第三个说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体系的空间 这又是一个错误跟一个废话 为什么 用台湾在退出联合国以后 我们同时也退出了所有联合国组织下 以国家为会员的所有的组织 那当然我们今天 比如我们叫WHA参加观察员 那是参加WHA的观察员 而且我们是用这个所谓Channes Taipei 我们还是一个观察员的名义 今天如果说美国你真的认为说 台湾可以参加联合国的有意义的参与 没问题啊 我们也支持你啊 那就请你美国帮忙好不好 请你美国帮忙 我们去参加联合国的所有的组织好不好 你美国也不会帮忙嘛 所以你发现说美国他现在开始 他的政策也在改变了 那美国在改变的 其实前两年蔡英文也在改变了 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在国庆日起初四项坚持 其实最重要一个坚持 我认为这四项里面最重要坚持 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 一般老姐听的都有道理啊 就像我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 当李登辉要推出他两国论的时候 他就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的国籍是什么 我们中华民国啊 那对方的国籍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那好了那就是两国论啊 那同样问你说 台湾跟大陆有互不隶属吗 你问台湾每个老百姓都觉得说 当然互不隶属 我怎么会属于他的呢 治权上都互不隶属啊 你刚才不讲治权是互不隶属 我们上礼拜不是话讲 主权跟治权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宪法 其实主权还是重叠的 所以民进党讲这个互不隶属 之后概念 他有一个trick在里面 他有一个小猫腻在里面 他其实用一般人对于政治跟法律的不懂 一般人对主权跟治权的不懂 就跟李登辉是一样的 一般人对主权跟治权的不懂 来呼噜大家 那像你今天上完 跟我们台湾以后 包括洪流洞见 所有的朋友听完以后 你就了解说 的确两岸在治权方面互不隶属 但是两岸在主权方面 其实我们是相互重叠的 我们彼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中国的分裂还没有完成嘛 中国统一对我们的宪法来讲 我们有统一的义务嘛 这些问题都不谈 所以说可是这四项坚持呢 我认为蔡英文 不是我认为赖清德 在今年的520 他绝对会从头再讲一遍 从头再讲一遍 他就是四项坚持 他一定会坚持 蔡英文的四项坚持 你放心好了 而且这个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互不隶属 绝对会当成他的座右铭 来掩饰他的台独事实 因为对于民进党来讲 我讲两岸 民进党说 我来讲两岸互不隶属 其实就表示台独已经独立成功了 我们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也不属于我了 我想这是我们要了解 现阶段在历史的文 对在政治文化上 其实两岸互不隶属 主权跟治权互不隶属 已经是国民党的 已经是民进党的共识了 而民进党呢 用他传播的这个效力 再加上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 永远不敢推起正确的旗帜 勇敢的告诉台湾人民 所以这个东西就台湾变成一个主流论述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刚刚讲他的历史文化的台独 他已经顺利的完成 我还不敢讲他是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是完成他的东西 因为完成他的成功是表示 我们来表现进一步吧 不可能再被动摇 可是我认为 他可以带给台湾人是一个灾难 那他的顺利的完成 可能下一个阶段一夜之间 他会整个彻底的失败 彻底的失败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因为他这一个历史文化 他是一个虚拟所创造出来的 这跟我们一般人所认识的历史 是有差别的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差别的 就好比说我们怎么会认为 我们文化不是一个中华文化为基础的 我们怎么会认为说 日本的文化跟荷兰的文化 跟西班牙的文化 跟原住民的文化好了 或者包括现在很多的外在的移民 像东南亚来的 跟我们的生活的主要文化 会摆在同等的地位呢 我们会尊重其他的文化 对我们尊重欧洲的文化 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但是不表示我的所有的文化的主体 是其他的 老师我们到现在 就是说蔡英文执政 他一上台的时候 其实就把两国论的部分呢 直接退为是两族两国 也就是说在历史文化的部分呢 直接更进一步的进行的态度 对我刚刚讲的是 蔡英文在这个政治法律方面 那蔡英文在文化上很简单嘛 就顺着 因为柯刚微调已经失败了嘛 那失败以后呢 那蔡英文这个顺势上去 比如说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也不再是独立的教材了 那就把这个中华文化选个两篇呢 孔子孟子各选一篇呢 摆在国文科里面 大家教一教意思就算了 所以整个中华文化 他已经没有办法独立陈测 也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课堂里面了 然后呢 他在这个论述上 你要知道就说 李登辉的时候呢 还有一点一族两国 一族两国 可是民进党呢 从开始历史教科书以后 他一定我刚刚讲 不是讲多元文化吗 多元文化的概念 他就要把中华文化给他抽离掉 多元的概念就是把中国给抽离掉 那他在这个抽离过程中 他到蔡英文走得更狠 他就走向蓝导羽竹了 你还记得吧 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是属于蓝导羽竹的 那换句话说 他把台湾定义成蓝导羽竹 所以现在我们的现在小孩子教书里面 包括我们的课本里面 一直不断的放大原住民 他在我们教材中的重要性 当然我认为原住民的文化教 文化非常重要 他也是我们动画一环 但是你把它摆在一个 绝对重要的一个开端的时候 其实它是隐含着一个 大家没有察觉的 他把其他的都叫做一种 外来的一种文化 那在蔡英文更糟糕 就是他把这个民族性都改变了 以前在李登辉的时候 还有一个中国是历史地理文化 血缘上的中国 可到了蔡英文时候 已经是我们台湾属于蓝导羽竹了 所以说我说很难再推下去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认为你是蓝导羽竹吗 还是我认为我是中华民族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 你推到最后以后 你图穷必来贱 你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的台独历史教育文化的成功 他的成功的那一天 其实就是他衰败的一个开始 最近不是一个网红吗 跑到大陆去 周明轩 周明轩吗 就讲了大陆几句好话 因为他到了那边以后 他发现说 跟他在台湾所受的教育 看的是完全不一样 他应该内心有很大的冲击 因为他所受的这个教育 所告诉他的历史并不是如此 就是到了上海 到了北京之后 就发现说跟他所念的历史文化 是完全不一样 我许许 对所以说我认为 你看那 蔡英文他在上任以后了 到我刚刚讲 他是已经把两国论在推向了 两族两国 两个不同民族 那2019年呢 就是108克刚 我们正式上路了 所以上路以后了 中国史又不在了 各位以前我们不是 台湾史在中国史的里面吗 后来台湾史抽出来 变成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 那时候中国史还有两册 记得台湾史一册 中国史两册 世界史一册 到现在你知道吗 我特别把书带来 台湾史一册 中国史改掉了 改成东亚史 东亚史也只有一册 然后在世界史 那我先跟你讲 我们先看我们的中国史 变成东亚史 各位你看看这本书里面 你认为这是中国史跟东亚史 这是高中的历史的第二册 我们在网路上可以把目录打开 你用你的尝试来判断 这个读完以后 你会了解你的历史了解多少 这个大概跟我以前念的都不一样了 第一篇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讲序言嘛 就要从东亚史来看中国 东亚史来看中国 东亚史才叫什么日本朝鲜 什么时候中国的历史 要从朝鲜跟日本来看中国 朝鲜跟日本 倭寇不是从中国出去的吗 那个各位你可以了解说 你从世界来看中国 我还能够理解点 你要从朝鲜跟日本来看中国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 那第一篇教的是什么 国家跟社会 历史你怎么开始 你怎么开始教国家跟社会 这不是应该在公民里面教的吗 好 然后你看第一章教国家的统治 第三第二章教社会的组织 然后你看第二篇开始就谈到什么 人群的移动跟交流 第三章讲近代 第三篇讲现代化 简单来讲我们的 如果这是我们东亚史 我们大概如果分成三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教近代的 第三个部分教现代的 古代的不教了 几乎很少了 然后呢你看看 历史学的什么 你看那个标题 近代以前中国与东亚的人群移动 然后近代以后的东亚的移民 第三篇讲现代化的历程 传统与现代化的交汇 战争与和平 各位你先不要看本文 你看完这本标题以后 你觉得我们的年轻人 对中国的历史会了解多少 完全都偏颇了 完全你看看这个 我看如果你今天看过这个大纲的 你先不要看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多 我们没有办法 张老师把每一章每一节 他的错误的地方 给你一一的给你驳斥 你就看一个大架构 这个概念就是去中国化的 那我们再看看历史 我们看看这个历史 第一章 跟你谈的非常哲学 序言的部分谈的是 如何认识过去 谁的历史 我告诉你谁的历史 他就是说 他这个言下之意就说 不是中国人的历史 我们台湾是属于东亚的 我们谁的历史 他讲的好听 也说我们不要被任何权威所笼罩 我们要用人民的角度 去看这个历史 我真的要问说 各位这是一个历史教科书好不好 这不是一个历史读物好不好 每一个国家 他的历史教育 他绝对会给他自己国家的价值观 就像你自己写你自己家谱的时候 写你自己家里面的自传的时候 请问你会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写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日本人写历史 也站在他的日本人角度去写 朝鲜站在他的角度去写 这是每个国家 这是个民族国家 他要好证他人民的团结 他必然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今天就他用这句话 就打出谁的历史 其实谁的历史 这句话就告诉你说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历史 只是讲这一句话而已 其实老师 我想在这个网络前面的网友 大概跟我们一样 就是说第一次看到高中历史课本 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啊 第二你看啊 讲原住民没有意见 第二个呢 他与他者互动下的原住民 记得他用与他者互动下的原住民 这个他者 是我们在哲学上用的一个 The Others 就是跟我不一样 第一个呢 他就把原住民跟所有的他者 他者代表什么 就是所有跟原住民不一样 都是后来的 后来的包括什么 荷兰 西班牙 郑成功 清朝 日本 中华民国 都是一个他者 所以这就是用一个 其实除了原住民以外 其他都叫做外来政权 所以你看他们基本上 其实我觉得民进的很恶劣 你在滥用原住民 其实我们严格来讲 我们人类啊 都是迁徙的 因为现在很多研究报告 原住民也从大陆的东南亚 迁徙过来的 真正来讲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 我者跟他者 我们大家都是客人 我们都是来到这个地方的客人 我们彼此都是主体 也彼此都是相互各为主体 可是站在一个历史课本的角度来讲 你用他者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台湾学的 我们当然是我们的主体 中华文化也是我主体 的确很多的外来文化 也融入到我们里面来了 可是你用他者这个概念来凸显 其实你是去中国化嘛 好 你看看 第二篇开始就讲现代国家的型术了 在台湾时里面讲现代国家的型术 也就是台湾现在怎么样从台湾从一个原住民 现在到了日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就变成一个国家 当然他讲的就是所谓的日本时期啊 你看里面全都都是日治 然后全都又是战后 他光复两个字绝口不用 日本绝对用日治 就是要凸显日治 跟中华民国是个同等的地位 跟清朝的同等地位 你知道以前的教科就更糟糕了 还用什么清领时期 就是清朝占领时期 日本统治时期 所以我们的看法很简单 日本殖民就是殖民嘛 你为什么殖民两个字都不愿意多写 你为什么要写日治时期 不写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所以你发现看一个用字 潜持过程中的时候 不断的给日本统治的一个美化 包括日本的时期的时候 政治跟社会方面的一些建设 好你看 第三篇讲多样的经济文化 你注意看这个教历史啊 跟我们的教 都是把用主题来做区隔 历史这个概念 不要把它拆成跟那个抽屉一样 一个个教一样 因为政治跟历史跟文化跟经济 都是有关系的嘛 我们会把唐朝专门在一起讲 宋朝专门在一起讲 袁明清在一起讲 因为这个国家里面的政治 跟经济文化社会的一块 它现在不一样 它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抽出来 我今天讲人民迁徙 我就想说 那个 西班牙荷兰来的时候 人民怎么迁徙 汉人来的时候人民怎么迁徙 日本人来怎么迁徙 请问你这样读完 你有历史史观的概念吗 你是一个完全空的概念的嘛 然后我今天时间很 你看又讲的日志到战后的经济 你绝对不会讲光复的经济 然后讲多元文化的共存 讲多元文化 我们多元文化 请问一下多元文化到底 讲多元文化来讲 我就请问各位 我们台湾很多佛教徒 你觉得台湾的佛教有受到日本佛教 有多大的影响 你认为台湾的宗教有 日本的神教有影响吗 可是现在的教科书里面就把 你看看日人带来的信仰 你好了不起哦 日本人带来日本佛教跟 神教 神道教 请问一下 你觉得今天你在你的鹿港 神道教 还有很大的影响吗 然后就这边鬼扯 我跟你讲 然后你谈到这个 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就讲说 你看看我们台湾这么多的美食 我们是多元文化的 东南亚很多的美食 都有啊 你看包括什么你看多元文化的融合 就是我们多元文化在台湾有印尼啊 越南啊泰国的饮食 各位啊多元文化不是指这个概念啊 既然日本也有很多的东南亚的美食啊 可是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啊 他的中他的日本文化色彩非常的强烈啊 你到纽约你到欧洲所有的城市里面都有各种的饮食啊 我们谈多元文化是不是这个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 他的信念 他的道德 产生对我们的影响吗 多元文化并不是说我有开很多星巴克 我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外国的这个精品店 我台湾就是个多元文化嘛 那个流行的东西是每个文化 你今天你到阿拉伯去 也很多的世界知名的商品在啊 可是你认为阿拉伯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吗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多元文化这个概念 可能都不清楚也就是把多元现代化的风貌 把这个文化的本质 我们的文化本质毫无疑问的 我们中国儒家道家这个这个这个对不对 儒世道嘛 三个是我们融合我们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孔子跟孟子 我们的精神里面是我们最核心 我们家里面的祭祀祭祖 我们过的节庆 请问一下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吗 可是你硬要用中华文化 多元文化的概念其实就是要去中国化 这非常清楚 我建议有有兴趣 大家真的是我们的旁边有这个书的目录 有机会你把课程看一看 内容你再看一看 你就发现说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再这样子下去了 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未来对他的挑战 我觉得手机挂式最重要就是要轻巧 在身上不会有负担 然后又很方便 可以随时的可以拿起手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几乎手机都不离声 好 那这个Live我非常的有趣 就让人家觉得是我随时在线on air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是可以移动的 就是说会跟着你的衣服啊它的长度然后来做移动 因为长辈呢有时候手忙脚乱的东西要拿很多 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如果挂在身上的话 对长辈来讲就随时他就可以拿起来使用 而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是我的登山的好朋友 因为登山的时候都很想要拍美照 但是呢有时候你又要拿登山这样很不方便 可是如果有挂绳的话 其实他就可以随时拿起来拍美照 然后呢随时可以来继续的登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